我真的看到了大力做法是一個缺錢又缺資的政法 那社會部份缺候選人的其中議員 在全國衝刺政黨票是我們本來就應該有的責任 那於是同時我也希望能夠幫二位子的主席 通告他的總統選票 那所以呢我們有計劃要繼續的在街坡 在廟坡以及在全國的各地點來進行巡迴 可以派票的一個活動 那因為這樣子的活動 那需要一些資源 那所以昨天晚上我在我的直播的時候 就開始了所謂的一百計畫 那號召所有的網友 那一個人捐五百塊 那希望有一萬個人可以相應 那昨天晚上的結果真的非常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就打掉了 那後來也導致了因為後台的系統 好像已經超過了他們能夠負載的能量 所以昨天整個系統就打掉了 不過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啊 是透過這樣子的小維尖環擊殺政塔 現在喔過去喔四年我是負責軍政黨標 彼此競爭的關係 那在這個競爭的關係下 針對公共政策進行辯論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自然 也非常非常長的事情 那未來 不會以為他擔任副總統候選人這樣的職務 他過去長期的在慈善 在以法族 在偏鄉的學子 他所投入的努力 那特別是今年七月的時候 在歐洲因為國際貿易文會 為台灣發聲 為台灣發臉 他們的表現都令人印象深刻 非常期待 接下來你都會跟吳欣文會 並肩做戰略 總看你現在民眾黨內 都有一種聲音 覺得說你跟黃山三世 這一次的主戰 派英派這邊是 南白骨過絕的一個原因嗎 我真的太看氣我了 我才剛加入台灣民眾黨 他真的南白骨 這整個人過程當中 我事實上都尊重特殊信仰的決定 我也會對我之前講過 只要我們彼此的目標 是一致不變的話 不管他的決定怎麼樣 我會給他走下去 走起 可以 走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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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